Odio Jungle Odio Jungle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日称,共和党必须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保持多数,否则他可能面临民主党员的弹劾。 4月29日海外网,美国中期选序即将到来,特朗普急了,害怕民主党启动总统弹劾程序,所以自己发起了总统保卫战,然而,特朗普能保卫自己吗? 特朗普这个生意人,从参选到当选再到现在,一直是不受美国民众欢迎的总统,一个政治素人,岂能带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昂首前进? 特朗普怕高弹劾,很可能真要被弹劾,特朗普刚刚上台不久,美国历史学家兼作家费曼就断言,特朗普的白宫岁月肯定短命,很可能在199天内鞠躬下台,成为美国史上在位时间第二短的总统, 即使能拖得久一些,也很难超过16个月零五天,依然会成为在位时间第三短的总统,从2017年1月20日走马上任到现在,特朗普已经无限接近16个月零五天,所以,特朗普现在遭谈和恰逢其时,4月26日发布的昆尼皮亚克民调结果显示, 如果民主党人控制了众议院超过70%的民主党支持者,希望他们启动弹劾程序,弹劾特朗普,与此同时,在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,对特朗普的不满也与日俱增,就是在白宫,因为派系之争,因为政界不同者,被纷纷赶出白宫,目前白宫中真正喜欢特朗普的人也少之又少, 已经众叛亲离的特朗普,遭谈和下台,也许,是他唯一的去处,特朗普确实不配做美国总统,看看他做的很多事情,损人又不利,退出巴黎气候协定,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,与很多国家挑起贸易战,退出联合国家科文组织,悍然对叙利亚动武,那一件事情是美国总统应该做的,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,不仅国际社会非常反感,而且美国民众怨声在道,美国国会不弹劾特朗普,难以平息国内民愤,因为怕遭弹劾,所以特朗普慌了,然而,特朗普自己发起的总统保卫战,显然很难保卫他自己,毛开云 感谢观看